嗨,我是Sway 你敢乱签房子吗? 其实现在的买卖合约书 不管是预收屋还是新城屋 都有很恐怖的陷阱 以下有八轴陷阱 这些陷阱都是非常常见的 几乎有九成的合约书 都有这些问题 第一个,如果你买了预收屋 通常都会附一个有尺寸的平面图 但是现在很多建商故意给你没有尺寸的平面图 那个客厅多宽 那个床头多大 你都完全不知道 就有消费者发生 他当初买的样品屋 看起来可以放下双人床 结果建商施工完成之后发现 双人床尺寸是将近200公分 结果建商盖好的房子只有185公分 他的床塞不下去 那你说你跟建商求长怎么办 建商说你就翻过来就好了 该转一圈 你就不要做那么大的双人床 你就放得下去了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签约非常的重要 再来 现在很多合约书都有一个叫做 二次施工同意书 也就是说你如果要阳台 统一外推 公社统一做二工 房间什么 露台出去什么 只要建商同意帮你做 就是叫做二次施工同意书 你签的这个同意书呢 就代表说你同意 所以当你如果这个房子呢盖好拿到之后呢 房子 被拆除 你怎么办 这个二次施工同意书是 你叫别人帮你做的哦 不是建商帮你盖好 出了事谁负责 你要负责 再来 中南部非常流行 装潢金的折让单 好啦 其实台北也有啦 就是这个房子呢 买的是八百万 结果建商利诱他说 可不可以再签一个什么 装潢金 也就是八百万 装潢金两百万 这样怎样 房子总价变一千万 你只有买八百万 可是呢 这个装潢金两百万呢 他签一个折让单 你可以到时候交屋的时候 领回这两百万的现金 让你去买装潢 感觉很利诱对不对 可是这就是实价的假登录 这就是史公文记载 不是 签了这个东西 你就要被关三年 因为他就是卫照文书的部分 签了这个责让单 你就让这个房价碰轰到一千万 那你有罪 跟建商无关 建商只是说 是你自己要装黄金 责让单 要小心这张不能签 还有 我们预售屋都会有那个履约保证 我们目前履约保证有四种 可是呢 有两种是最要求的 比较不要求叫做工会保证 有什么XX地方工会保证 比较要求呢 是爸爸的公司 是由儿子的建商来保证 这代表什么意思 万一爸爸的公司倒了 那你儿子的建商不是也倒了吗 前一阵子就有一个台南的一个建案 这个预收看起来很漂亮 对不对 这个是爸爸的案子 结果呢 他的合约书居然写的是 儿子来履约保证 那你想 爸爸没钱了 儿子怎么会有钱呢 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呢 盖不下去了 卖不好 然后消费者呢就是求偿差一点无门 说你要给我赔钱 你要给我赔钱 结果翻翻合约书 哇爸爸的公司倒了 居然是儿子的公司赔钱 那儿子的公司不是也倒吗 那我的权利到哪里呢 所以最后这个案子 经由明代后来就是附县 收一收把它收掉了 嘿嘿 这就是亏计的案子 记不记得亏计呢 亏计以后来的 后来这个案子想要全部盘掉 但是目前没人想要这块地 还有呢 有一个很要求的叫做 自通知交屋日期 视为已经交屋 听不懂对不对 就是建商在合约书场一句话说 只要建商通知你交屋 你就是要交屋了 纵使这个房子该也跟废墟一样 你也要交屋 你不觉得这张照片怪怪的吗 就是这个厨房啊 他的盘留烟馆怎么这样子出去 你要怎么住 你要怎么装潢 你的天花板怎么做呢 建商说我猜小丽我已经工资你了 你已经交屋了 你自交屋起 你就要付利息 房贷就要缴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签了这一条 不公平的条款的话 给个戏啊 好 前一阵子台中发布了一个讯息说 他们的购物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中第二名的叫做 交屋款只有5万 不是5% 因为法规规定交屋款要留个5% 如果你是1000万的房子 5%就是50万的交屋款 至少你有这个交屋款 建商会帮你认真的维修啦 帮你检查这房子有没有干净啊 可是呢 台中的交易纠纷 变成说第二名只有5万 那你最后只限了5万 建商给你垃圾 你只好吞了 建商说我不管你 结果你手上只有5万块 建商怎么会好好的帮你 维修跟交屋呢 你懂吗 这个是违法的合约书 但是呢 如果你发生这种纠纷的话 你只能上法院去提告 还有这种事情 建商很黑的哦 然后还有一种是 有一家超级大的建商 前三大好了 他的合约书有多一条叫做 现况交屋 但是不提供试水 什么叫试水 就是啊 你那个浴室啊 那种要喷一下嘛 看有没有漏水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点交起来 才放心啊 结果这个建商合约书 直接写说 我们不让你试水哦 就给你就给你了哦 不让你测试这个水 我们漏水哦 言下之意就是 这种房子你还敢签吗 可居然大家还敢签 还有一种也蛮夸张的 直接在合约书写名 如果你是二次事工失踪 或日后遭检举查报 如果主管机关发现 这个是二次事工 然后把你拆掉的话呢 你们家的事 跟我建商无关 你看到这个是用手写的 就代表说 这个是增补合约 而且是我特别写名跟你说 如果说这个二次事工 这个公共设施被拆掉 你同意 所以有些社区呢 很多建商 上市建商 都发生的正况是说 原本说好的五星级的健身房 变成机车停车场 当然还有更惨的啦 什么那个什么温泉社区 温泉不见了 温泉的汤屋呢 也变成机械停车格 你买了在我房子 情何以干 所以啊 签约要非常小心 想要看我的节目 就赶快分享给更多的人看见吧 赶快订阅Light Day的官方账号 会把每天最重要的新闻 以及这个节目 推播到你的手机里 或是到Light Day的理财栏目里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影片哦 你了才知道 每天跟你分享一则 超实用的理财资讯 我们下次见